這是周儲除三害 在台灣大概賣了5000萬台幣 但是七天在中國 就賣了將近9億台幣 為什麼在中國會造成風靡呢 而且你剛剛講這個9億台幣 其實是之前的統計 現在上看說有可能到20億你知道嗎 所以在這個大陸裡面還有人講說 那個兩會就是看看就好 但是周儲除三害一定要看一下 我覺得是反映人民的心理 有一些害想要除 但問題是你知道在大陸 引起非常熱烈的討論 第一個東西是什麼你知道 第一個是劇中所戴的這個手錶 其實你知道嗎 阮金天在這裡面 他的主角名叫陳桂林 他們阿嬤花了三四百塊 幾百塊錢買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小豬手錶 送給他你知道 結果沒有想到我告訴你 居然這個手錶道具爆紅 電商現在開始講說 好多人在下單想要去買這個手錶 你知道嗎 甚至有人講說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工廠已經加緊在趕工 就為了要做這個手錶出來 你知道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說 像這種周邊商品或幹嘛的大賣 有時候其實真的是超出你想像之話 居然連台灣的這個民間信仰 關公這件事情 也引發網友的討論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就講 阮金天所飾演的這個主角 然後什麼事情去問關公 你知道他一直拔了九個聖杯 他就決定說我要去幹一件大事 讓大家記得我的名字 但不要劇透太多 因為還有人想看對不對 但問題就回來了 中國大陸網友立刻看他說 關公關公 台灣好像好多人姓關公 當時郭台銘要參選的時候 不是說關公也是跟我說OK 對不對 所以郭台銘在很多宗教 大概都會去碰觸到 可是你知道嗎 有很多網民 他們就開始去看這個 你說他是看劇情嗎 沒有 我跟你講 他看劇情裡面的細節 比如說這個裡面 其實包含到說一開始 這個劇裡面警察去追這個 這個李李良去追他說跑步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就網友去講說 不對 他逃亡了好多年 他怎麼都抓不到 這什麼時代了 在中國開玩笑 犯罪率破獲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你看他就講 他說怎麼會沒有監控呢 馬上就有小粉紅講說 我們監控可厲害了 你知道嗎 當時為了說他們監控有厲害的人 說去看演唱會 立刻被那個天眼抓到之後 抓到通其犯 甚至立刻就來講說 我跟你講台灣跟大陸不能比 台灣好落後好落後 要比是不是 我們就來比 阮今天的這個叫做 周楚除三害 周楚除三害這部片子 在中國這麼紅 可能跟中國人民心情很憋有關係 憋死了 看到這個周楚這麼個除害法 很過癮 其中有一個場景 叫做這個阮今天殺的這個香港仔 這是真正的社會現實 重新拍成電影 沒錯 他是把他這個劇情 裡面稍微改編一下 不過其中有一句對白說 打光了分局的所有的子彈 這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就在現場 1992年4月13日的時候 新一分局2000發的預備彈 全部打完 為什麼 為了警匪槍戰 要這個等於說逮捕 當時的獵龍專案的陳新發 因為我叫阿龍 所以叫獵龍專案 然後殺了兩個刑警 那時候真的敵開同仇 那時候我們跑這個新聞 台北的那個警察 真的都敵開同仇 雖然長官說一定要活桌 但是他們都說 各個殺烏潤 他們自己家都說 我一定賭到 你贏贏 結果就因為計程車司機 後來來警察局報案了以後 知道他在國庫紀念館 打了一通公共電話 各位 公共電話其實是可以逆向最終的 你在哪裡公共電話 打了給誰 查出來 查出來在台北市的無星街 是用陳新發的女朋友的名義去租的 那一天就趕快要去包圍 在大批員警還沒趕到的時候 三個警察只有一把槍 結果就在那個地方 遇到了陳新發的軍師 揍一個你知道嗎 因為兩邊都認出來了 結果那個軍師烙袍 烙袍他沒回到裡面 有沒有跟陳新發講 他就烙袍自己就跑了 所以警方趕快團團圍住了以後 所有的警察把他圍住 那麼負責來支援的 越來越多的特勤 霹靂小組然後刑警大隊 所有全部都來了 就開始叫這個鎖匠 開鎖的過程當中 裡面就整聲砰出來 開始了這一場驚心動魄 在當年是台灣開槍次數最多的 警匪槍戰 為什麼 M16 衝鋒槍 陳新發 他們從裡面這樣掃出來 警方從外面也一樣 衝鋒槍跟手槍打給你 然後最後 那麼連手榴彈都丟出來 不過歹徒的手榴彈 可能品質不好 常常丟出來以後沒蹦你知道嗎 警方就打震撼彈出來 你知道在現場 那時候我們在現場 躲在那個車子後面幹什麼 後來有一個資深刑警就說 你躲車子後面沒用 長槍一樣會貫穿你知道嗎 你們後面一點 你們這樣很危險 因為我們都想到越前面越好 你們幹嘛那麼敬業 我們是記者 幾大都長眼 社會記者 我當時我當過特戰部隊 聽到槍聲我們往前衝 結果看到一大堆人都躲起來 你知道嗎 想往前衝 拍照片 我們那時候都是這樣跑新聞的 結果你知道嗎 在現場警匪槍戰 那時候打到什麼程度 把回去調信義分局的預備彈 一箱一箱拿來 那個狙擊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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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多花打掉 兩千多花打掉 可是你在現場的那個血脈噴張 然後你會覺得採訪這個新聞 那個現場還有啦啦隊 是什麼啦啦隊你知道嗎 還有大學生 警方必勝 警方必勝 在那邊啦啦隊你知道嗎 各位想想看那個場面 歐連白有來嗎 那個場面 我跟你講 但是現場兩邊在警匪相戰 陳欣罵他們這個裡面打出來 然後警方打出去 可是你知道嗎 現場只有兩句話 兩邊只有兩句話 陳欣罵他罵什麼 各位聽清楚喔 我不是罵三字經喔 我是說這樣而已的台語版 這樣而已 然後警方這邊說什麼 給你死 就這樣子而已 兩邊就一直罵 一直罵就對了 後來陳欣罵說 暫停 為什麼警匪槍戰暫停 讓女婦出去 裡面有女婦 讓女婦出去 警方說裡面有什麼女婦 我有兩個女婦 你知道嗎 有兩個女人 所以後來停 兩邊都停 暫時不槍戰 讓那兩個女人爬出來 那兩個人真的爬出來了 然後繼續幹嘛 讓你死 然後兩邊一直打 打了警方最後 最後我們在現場嚇了一大跳 最後有沒有制服歹徒了 最後你聽我講 因為長官說要活歹 那眼看他們 你槍裡面只佔再多 我這邊兩千多話都打完了 結果把震撼彈打進去 因為打震撼彈要是讓你瞬間 看不見或幹嘛 我們好攻堅 結果打進去震撼彈 一顆一顆打進去之後 砰一聲 現場爆炸 打到了瓦斯管線 現場爆炸以後起火 然後帶隊指揮跟他說 陳欣罵你投降出來 投降 他賣賣了 所以後來 整個大火燒起來了以後 不要害啊 要怎麼辦 暫時就只能在外面等 因為火越燒越大 後來燒到整間房子全部燒掉 我跟你講後來警方 等火燒一點 燒一燒一點 照消防隊滅火以後 進去裡面 我跟你說 那是創下我們台灣 有史以來第一次 警匪槍轉 因為警方把人家屋子裡面 打成馬蜂窩 所以陪人家屋主好幾百萬 陪了好幾百萬 進去到裡面沒吹啊 因為不知道歹徒是要幾個啊 看到三具 很像人 又不太像人 為什麼 因為被火燒了 很像人又不太像人 三個歹徒 然後呢 後來就根據他們的刺青 認了以後 驗屍嘛 那裡面有陳辛花 因為陳辛花不是左腳中彈嘛 然後就發給死者 就沒想到 他也是台灣第一起 是什麼事呢 驗屍完畢發回來以後 又緊急把他拿回來 為什麼 發錯屍體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 DNA趕快去驗才發現 又發錯屍體 各位 照理來講 這起槍擊案 不是這樣就結束了嗎 我在採訪完 這個槍擊案的時候 大家媒體 無心要帶起來 然後要回去休息了 我突然想到 我到第一殯儀館 去看看李復興 然後因為採訪新聞都認識 所以要去李復興的靈堂的時候 我那時候騎個摩托車 再穿個雨衣 弄個相機在裡面 到他的靈堂的時候 摩托車停好 當然要下去的時候 侯友宜走出來 現在的警大校長 楊元明 是當時的中山分野行組長 剛好跟侯友宜 say goodbye 離開 這樣子 結果一輛車 徒文言衝到了靈堂的前面 車一停好 兩個人開車下來 我們以為說 會不會是李復興的家人 還是親戚之類的 要來念香 侯友宜只有一個人 結果站在門口 結果那兩個人一出來以後 就直接對著侯友宜 放下去 都要打下去 我扔住了 我想說為什麼這樣子 然後結果打下去以後 罵三之經才知道 是剛剛在無心街槍戰 其中一個人的親屬 他是雞人的角頭就對了 美宋所謂的雜靈堂 你說黑頭的親屬 對 美宋的雜靈堂 然後結果侯友宜被打 所以靈堂後面趕快衝出來 已經離開了楊元明 現在警大校長衝回來 然後警方優勢警力就開始打打打 我的相機一直拍一直拍 兩個人疊在一起 然後把他們摺摺摺摺 警察 可是我一直拍一直拍 可是我在想 那我新聞要怎麼寫 你知道嗎 警察被打 隨即把歹徒斬到後褲鞋 後來就把他寫 侯友宜台北市刑警大隊 副大隊長用啪 對方警匪槍戰現場 他們的親家再來雜靈堂 有的沒的雜靈堂就對了 所以後來因為這樣子 聽說對方隔天 還在打擊討好要求下 到台北市刑警大隊前面 跪著請侯友宜 不要再針對他們下手提報流氓